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第二外教室今天要為你們帶來什麼課程呢 就是第五二星層氣缸改裝的進化史 我在上一集的水冷專題影片推出之後 大家好像不約兒童的時候 回想以前年輕的時候 該車就短短滴滴好實在很天美 陸陸續續很多網友留言 叫我在拍一些改裝的相關影片給同學看 所以我這次就選用氣缸跟曲軸 換句來說 它是二星層機車裡面改裝的精髓 在影片當中我會一一的介紹給同學看 跟白同學一起上課去囉 走 來 這些氣缸在桌上 這不是白白要用的 這是白同學等一一的要從 50cc 半座的全座的水冷 一直改改改改 領導一二五 全部演化的過程 介紹給同學看 開始囉 來 我們先來看 這個 完成的氣缸 原廠的氣缸 沒有什麼好介紹 但是我也要先跟你們說一下 因為 這它的進化石最基本 它的進氣孔 掃氣孔 你仔細看喔 看它的排氣孔 你看這裡 這是什麼都雞碳 對不對 很多 二行程的老車驗測驗不過 就是這雞碳 久不見了 它的排放廢氣就不會過 來 然後你要看 正常的話 它是要長成這個樣子 它正常的排氣孔 是要長成這樣 有沒有 很乾淨的有沒有 這這樣 它的環保排煙就是正常 然後 原廠的 我們那個時候開始在改 還沒有改半組 在那邊掙扎之前 這就是 手工的氣缸 我們自己改 下去掃的 它這個進氣孔 我們都挖大 排氣孔我們都要挑高 來這邊 你仔細給它看 哇 排氣孔是不會多看 一般我們就是 上面會挑高大概 一米粒 左右 還有一米粒 你的扭力加速會超多 大概沒有拍 差不多有那麼多 拍到九十幾 拍到差不多一百 接下來換半組的氣缸 因為當初要蓋起來的時候 人家說圍口大 撞不住 就開始蓋它 蓋它 蓋它它就是 人家說蓋它九十八 我們就來開始看它的口徑 它的口徑就差不多這樣 我們看它的活塞寬度 來 看的話 大概 五十二啦 來 正常 這半組的時候 它都會壓高鏈 然後 你看它的排氣孔的設計 就比較四方 然後 再改的話 你看這邊 它的掃氣孔 這個也是會進化喔 因為這裡面 你來扛 手工要掃大很困難 所以後來的氣缸版本 這個稍微有改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啊然後這顆 為什麼好好的換下來 你仔細看 你看這裡有熟的 你看 這裡有兩條韌成紋 韌成紋這裡 然後重點 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 糖缸都快破掉了 這裡 這裡 你再摸下去 你騎的時候 這裡越大越大 會 屑屑走在裡面就熟了 所以這顆我就換掉了 來 下一顆 這顆 這顆是 手工 後來我們就開始買七缸來掃 這個都 手工 把它擦過 研磨 研磨來講 它那個角度就是 會差很多 然後排氣管 你排氣管 你看 明顯機很大 有沒有 這個尺寸 看得很興奮 左右 大概我的機 各擴大1.5mm 上面 上面 挑高大概2mm 這種的轉速明顯 它就差很快 但是 不用再說 你剛才轉租來說 也是都放的 後來 就開始改轉租了 來 這一顆 大陸翼 90的 原廠氣缸 你看它轉租 跟轉租 就是這裡會比較長 所以它的行程大概會多 0.8公分出來 它沒辦法多到1公分 1公分 要300條 它這個 原廠的好處 它的材質 很硬 它比較不容易縮鋼 但是 它有個缺點 你看 它的排氣孔 就明顯很小 然後你看轉租 它這裡 它的行程 很長 所以它的壓縮比很高 你看它的進氣孔 這個是標準型的 進氣孔 它就很小 所以後來改裝 到這個上去之後 是當然 對盤組的來說 轉租已經差很多 但是 舊來也是圍繞其多 就開始撩下了 來 下個動作 來 後來這顆 轉租七缸 就是 市民開發出來 針對第二轉租設計的版本 你看 它的 進氣孔 明顯結很大 比大陸翼原廠 多很多 大很多啦 排氣孔也是 但是這個我們有修改過 左右各擴大1.5公分 上面跳高大概2mm 這個 它的 壓縮的行程 這個這樣改起來 還配合加速公 加速已經很快 然後 後來開發的氣缸 它這個全部的掃氣孔 都已經copy 手工修改過的 所以 不用去掃 它本身角度也做得很漂亮 來 它配置在這裡 這個有什麼特意 因為它也是熟 因為氣能的話 它就是 熱效能真的是差太多了 所以之後 我就讓它退役了 我們來看它 佛塞的口徑 應該都差不多52mm 51mm 大概51mm這邊 51mm 對著後期的 全組來說 有 這種的 五個五點 沒有 你是怎麼會被拚 來 開始來介紹 3 2 來 這個就是 後來 市民開發出來的 該種的氣缸 它是 集合 全部 手工 人家掃過角度 它開成模 你看 你看 內槍就大了 它進去的內槍真的大得很狠 然後 它這個 掃氣孔的角度 都已經 原本出來不用研磨 這個角度就已經copy 像那個 手工掃過一樣 它的排氣孔 也是一樣很大 這我沒有什麼掃管 大概掃管 差不多一兩米 原本就這麼大 它這裡還放了兩條膏 這兩條膏 它的用意應該是 要給它比較乾油 比較不熟 但是 我用起來一樣 我也是縮工 這兩條 定期的早上 很明顯 我覺得這條有一個缺點 這條它的材質 我覺得 想壞 它在用的時候 活塞比較不會磨損 電腦都是在鋼皮的磨損 後來我就把它換掉了 來 下一顆 來 後一顆 可以說是 帝歐全座的 最後期的改法 它整個暗棍車庭 什麼叫暗棍車庭 來 你看 它將近6公分 大概 5.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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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處於什麼 你開始加大的時候 它活塞可以 很大 我跟妳說 5.5公分 你看 這條 那時候又開了 就沒有活塞好用了 這條 那時候 我實在很懶惰 但是我也是 退陰無淋 然後妳看 它的內蟲 它的內蟲越大 你看 你看 這現在5時的版本的轉座 真的加速器 真的和 正記的那種 那個轉座 勒頭 炒到這個 這真的說 比我們龜頭同學 頭那麼大 有大 然後 那個時候 就是 但是我覺得這顆氣概很奇怪 我的記者是煎乳 它散熱片 故意做得很低 我們很怕它會熟 但是它的材質結好 沒什麼會熟 但是 但是我是覺得它的熱摔 熱摔 熱摔 也是跟水能比也是差一大截 後來我們就是也是把它 換掉了 來我們來量一下那個大陸液原本的 火子 你們看怎麼大 所以後期的 暗棍車座 那種轉座的 跑得超多 你看 直到 5.6公分而已 5.6公分 就多了 6mm 所以 後期的 真的 技術性差得超多 那頭也很棒 來 然後這個 一樣是二行程 轉座氣缸 這兩顆 活塞大小 不說啦 差在哪裡 差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會短 所以你二行程的 機車你要改進去很簡單 你把這個剩掉 然後進氣孔 圍得比較大 這個鼻中就打得比較深 就是像這樣 啊 因為這個是後來已經 改了很多版本 它 廠商開發 它就直接做成那個 手工版的氣缸 你看它的內缸 你看原廠的口徑這樣 它的排氣孔 這個這樣而已 你看這個 你看 你看 這幾個半衣 鹽化石 你看有搓 這排氣孔 也是很大 但是我日本還會把它掃 挑高 它的加速度還會走得快 轉速也會拉得比較高 來 要介紹趨手進行 我先跟你說 你看原廠排氣孔的高度 看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嘛 對不對 因為我農曆是太大 很難用的 你看 多差不多要加0.5公分 所以我們這個排氣孔 我們就是已經把它挑高 大概 高0.5公分 但是它後期的版本 它也會做得高 高的好處就是 它的 壓縮比比較多一些 但是它活塞的面積大 它在扁的時候 那個加速開 它的扭力 雖然是多小 但是它中間的加速 會很零力 轉速攀升很快 現在要來做裡面的 進氣孔的那個 角度排水測試喔 用瓦特 來開始 你看 這就是沒有擴大 原廠的 鑽做的氣缸 來 換另外那個50 來 換這個50的氣缸 我們的氣缸 進氣孔加帶 進氣孔加帶 進氣孔加帶的效果 好像讚而已 開那麼大 嚇壞 嚇壞 好像不像在沖馬桶的時候 那種感覺 很療癒的 好 測試OK 後面 全組的系統 已經改成一個瓶頸 你活塞加到 55.5 有沒有 後面不知道 帶一個天材 還發明那個 第五直上 領導125的氣缸 我好像真的有用 來 特別給你們介紹一下 它原本的活塞在這邊 有錯嗎 但是 那時候剛才 改的時候 技術還沒什麼成熟 你看這兩顆喔 轉組到 領導125的活塞 這兩顆 口徑給你看一下 55啦 然後 這顆 不是我轉組 算 改到最後期的 最前方 55.5 就是幾50條 因為中間速一次 55.5 對上 這個 你要看活塞上面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 先天上來講 轉組就是 會比較舒服 因為 沖層差太多了 來 我們要開始來介紹 沖層了 介紹沖層進行 我們先來看它的內部構造 你仔細來看 它這種 是 標準型的那種 氣缸 領導有 你看它的內缸很小 然後它的排氣孔 也是很小 所以 那個時候剛開始出來 因為沒有 市民 人們沒有開那種 改裝專門 在用 大小的 在蓋的氣缸 你用這種氣缸 在蓋的時候 它轉速 買到我很高 都沒辦法 有些改比較不正常 會找這種 後期版本的 5時的 紅色車 那種 轉組的 但是後來 的時候 它就已經突破那個瓶頸 後來 它改出來 屁股動起跳就是 62mm起跳 那一種的話 就是真的 吹到百里前 吹到十里 七缸頭 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 就是一級的 跟二級的 這是原廠的 一級跟二級 你仔細看 它這燃燒式的角度不一樣 它這裡全撲一撲 流下去 二級的 它就完全出出 這就頂著我們現在的車來說 這就是 人家說改立了 它館長這樣頂著 所以一級的 車來說 它的壓縮比 平平原廠來說來說 你如果是把它整二級的 起跳 那道具的壓縮比 提高 加速 更明顯的 比較有力 然後 這是 九十八的那道頭 這條 當時要在刺 要來撐一撐一撐 你看這個燃燒是 沒有來不及做到這麼大 不知道要抵什麼 抵完過 抵什麼 整起來 壓縮比 都沒有什麼 但是它好處的時候 溫度比較不會高 比較不會爽 但是沒有力 就定義沒有力 所以我就把它丟了 換定器器 剛好 這條你看 它這個燃燒式的 做到 粗粗 整個都有斜面 它的燃燒效率 很好 而且它的壓縮比很高 但是有一個缺點 它現在做到 五十二有沒有 這五十二活塞 放得多好 我本來用5.5 的時候 擠不下去 所以我就用戳刀 對面的刀刀 把它嚇嚇嚇嚇嚇 嚇得粗粗 它這個側面 這個骨頭 放開 它蓋起來 剛好 阿塑 真的只有100 來 氣缸電片 改裝的形式 也順便介紹一下 來 這個 完槍五十六的 電片 這 市面的 五十六的 但是這骨頭都會別的 後來我們就是 鋼的 鋼的 鋼的分膠 比較多 這一米里的 然後用白T 鋼的鋼最多 因為壓縮比 還要高 這就是像我說的 鋼的電片 圓創的 好像鋼的 那種 這個是外面在賣的 比較厚 因為 這種比較快 就說鋼的鋼 要掛高 更高 然後 後來 鋼的 鋼的 因為後來 驅軸全組的 都有拉行程 它為了 氣缸比較低 它會痛 所以我們就是要用這個電膏 再來這個 電片 你們有喝酒的同學 沒有覺得很面熟 這個是用那個 台啤的啤酒罐下去做的 因為後來 要提高壓縮比 給它 極限的 你看這個 差不多沒有到五十條 只有站而已 這是自己做的 後來我們就用這個 排氣孔的 電片 後來也改 鋼的 領導一二五的 後來 開始改大小的 一二五的 原廠的 北梯亞電片 好 電片就大概這些 來 我給你介紹這個活塞 它的改裝方式 你會想說 活塞有什麼好改 我說 活塞在改裝 美美角角 你看喔 你仔細看 它們兩個 高度是不是有差 對不對 為什麼會差 它那邊 只有活塞群 我可以下底 差不多0.3公分 為什麼要縮短 等一下 放上那個驅肘 我再告訴你 我只要跟你說 好了 它這裏有嗎 因為它 第一個的Case很小 它這會去殺到一個Case 因為它已經 暗棍超大 所以你旁邊這活塞群 這個四個角 你都要修 來它原本都是 那個很大片 你要它修 修得很低 那底群 它方面我比較近 它在走的比較近 如果我是感覺不出來 你像這顆的話 它不是 加大 它不是加大 它它的沖層下去 是還好 如果它改到像這種 你看它這個高度 對應過來 它這次也不一樣 有沒有 這沖層不一樣 所以它這個架 它就跌下來了 你本人說水冷的屁股 這個比較長 為什麼比較長 後續有改那個 加長300條的驅肘 它那個連桿很長 你如果不夠長的話 它拉下來 你就打到那個 驅肘的柄 驅肘柄 那你 這沖層就破了 大概就是這樣 那一般有人在改 它的連桿有嗎 它這裡 有的時候 它這裡會打洞 打得很小很小 它不能打過後 它就是要讓它乾爐 但是我都試過 不會說很好用 還有那個沖層的旁邊有 少許紅旁邊會落空 我也是很奇怪 沒什麼好 後來就是 我覺得什麼樣最有用 上面把它拋光 拋光之後 就 就比較不會積碳 然後 它裡面 火塞環 有一條消音環 我還記得這條消音環 怎麼沒有 那有在裡面 這裡 我拿一條條 你們看好了 這一顆已經縮鋼的 拆給大家看 它這個火塞環 久來 它已經都炭化了 所以你在聽的時候 有的很會長 火塞越大顆 這個再拆越好拆 我以前在聽這個 都很怕 因為不怕拆光 那裡拆光 那裡拆光 拆光了 因為那個時候 高中時期 我都自己打工賺錢 很早就出社會 你看它 這個 塞了有沒有 很難聽 然後第一環 就慢慢上來了 它這裡 它這個 這邊有縮鋼的話 有變形 要拆很不好拆 但是我們白同學 第二位教室 我們也是就要有 一種精神 把它拆起來 你仔細看 它這裡有一個圓點 所以它上下的時候 有 你注意看喔 它這火塞環分喔 它這樣拆起來 剛才那個點在上面 然後上下的火塞環 大部分都有分 上面比較散 會比較粗 那你不要拆不住 拆不住 拆不住就拆下去 那裡這裡有一條消音環 這條 這條 有的人沒拆 這條整個差很多 這條整個的時候 車在發覺沒有的靈鋼聲 這條 這條 鋼絲 我找給大家看 這一般都要摸靈鋼 怎麼在賣 糖鋼墊 那一隻貓 每次DIY都會在那邊 這樣子 分解起來 就長這樣子 來 拆下來之後 再裝一次給同學看 這個缺口 缺口朝上 來 你把它弄下去 這個頂上 你要分得清澈喔 就這樣進去 那是不好了 然後這一條 那你仔細看 有的它上面會有寫字 油分大小 但是這些沒寫 這樣不要糟糕 你就是直接也是 放上去 它有這個點對好 我在那個 之前拍的DIY在聽音樂 就是 這個兩個要對在排氣孔後面 不然你有的排氣孔 做不到 發下去就漂亮回來了 就啪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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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裝進去 然後這個消音環就這樣子 幹 你們的手一盒賣出來 我那個是剪 LOOK LOOK 我那個手盡量不要抖 還沒叫酸民鎖定 我是很怕 酸民都很敢說我會怎樣 好 這個 裝上去就長成這個樣子 來 開始下個動作囉 這個活塞要怎麼放進去那個氣缸裡面 來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點 一二 把它對好 對好之後 手 壓著 你的對角大概動好 來喔 進去喔 慢慢進去 慢慢搖 搖搖搖搖 看那個用那架不下去 你可以記得 轉過來看這邊 跟這邊是否有對稱 對稱之後你才能直接放進去 要不然你硬壓的時候 另誤牌的正式 就是活塞環 然後慢慢推就好了 然後因為我這個是使用很久的活塞環 比較軟 如果新的話它剛性比較強 你再壓會比較不好裝 裝活塞的動作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了下個動作 曲軸 來團區的教學之前 我先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圖案區的割台是我自己做的 因為以前早期的驅軸它 材質沒有那麼好 你用鋸都會換的 換的要自己割 去用割都專輯 我都自己用 我就自己想出這樣 就可以這樣放上去 你看它是不是就可以動了 對不對 好像轉了 對啊 好 開始來解釋了 接下來介紹二行程機車的靈魂 你會想像這驅軸實在好解釋 我告訴你 全部大家改到七天都變大顆 又是同一間公司找的時候 你要跟他們玩出貨 你就要從驅軸下去找手 你想像驅軸實在好解釋 我說驅軸可以把東西蓋到很多 你仔細看 因為我們日本都是 二行程都是單工的系統 它沒有另外一個活塞 可以推上的力量 所以它重點就是下面的配重水 你仔細看這個地方 這邊是車的布袋 皮帶這邊 你仔細看 你看看我把它扭下去 這樣把它扭下去 我這支撞到稍微扣一扣 扣上去 它怎麼動 都是一定在一個方向 你們仔細看 你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人家說的 以前人家說的11點 從電盤那邊看過 剛好是11點的方向 為什麼這樣是最 轉速 就是最輕盈的時候 你仔細看 我現在轉下去 你看這樣 你從這邊轉下去 它是不是旋轉過 你在這裡你轉下去 它就會扭下去 它有一個慣性 你看 它都有一個慣性 你怎麼拉 它就是會來 會貼在一個地方 所以你壓上去的時候 高壓收比你上去 它就是不會動掉的 你就是可以很輕鬆的 好像不像 好像兩顆圓圓圓 有一個在幫你倒閃 那個感覺 所以人家在改裝 有的比較厲害 就是它這個滑框 下去配 這個轉速 這個 偏心的那個 軸承的重量不一樣 它照起來的效率就不一樣 它的加速跟它的扭力的風值就不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是一個精髓 然後另外來介紹它的本體 然後驅軸 不用那麼輕 你仔細看 我這支我去去整備 我這個馬朗士是有加大 加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配種家的大 反正活塞大 你比較不會動頭筋 車發起來比較不會馬車 然後它的缺點來了 你看 用要拿到有沒有 金門公斤已經拿到了 我這邊後來把它 有消切過嘛 這樣就會用比較不會拿到 但是這個問題有什麼拿到 你仔細看 為什麼好好的會把它換下來 你看這個 有阿蘇比有很大的 因為你高的阿蘇比來說 尤其這支在一個太壞 這支是加重300條 加重300條 我比較不會用什麼 它這麼多 這撈到太多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磨損 這一支就下課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 驅軸來講的話 改裝好勝利什麼 你可以自己去改它的配件 那個感覺差很多 有的人說 水平的土耗庫 就是 我看在側面看好了 它下面這個配重錘嘛 就是剛好是錘子 好像一個傳矛 如果說 你改偏心就是這樣 有的是 習慣偏後面有的偏頭症 那要自己去測試 然後後期的就是 都沒有那種 芋油膨膚膏 就是沒有雞油膨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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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做上面的壓力 活塞的壓縮空間 但是我們會比較取軸 你若是把你的錢要太多壓力 比較大沒關係 很好用 但是你裡面吸氣進來的時候 它那個容積量太少 反而加速會壞 所以後面取軸 到底要怎麼改 要怎麼配 這是一門學問 接下來這個是活塞裝上去的樣子 阿伯都想清楚說 為什麼活塞我要下地呢 你仔細看喔 你看它壓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到這裡的時候有沒有 它空間是不是 也有 但是我已經把它修掉 一邊都修掉3mm 你若說沒有修掉0.2 0.3公分 它一路 撩下來 熱脹冷縮 啪 到這裡 它的滾排 這樣就好了 然後二行程的機車 構造就很簡單 就像1比1的模型一樣 很好玩 來 這個是我用斷掉的曲軸下去做的特工 它這個主要就是在擴大 人家說 在改轉做的時候在車卡士可以用 帶到的卡士裡面 現在落台就整了 它就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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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修好了 它尺寸 這還可以修掉 你就看麻浪池看下去看嘛 這個麻浪池的寬度 你用半徑下去算 之後半徑用好 然後這個螺絲可以移 看你要車兩百條 三百條 這都可以用 這是我用斷掉的端鋼去做的 很讚的 不然以前的高中師是 用車一台鐵石都要穿五塊 這是 鐵電盤用的特工 然後這倒燈後 就是 改車如果螺絲不需要少一個斷掉 鑽的就可以拉起來 之後 再公牙 這支是剛才在做的 自製墊片的螺絲孔 打動在用的 這是用一支白鐵的管 下去磨成尖銳的東西 就完成了 好 一支發水中什麼 介紹這樣 希望這些動作原理 當然是可能要對改車的同學 他才會覺得有興趣 接下來 白同學大概這次就乾脆把DIY 這個二行程的這個單元 把它拍完 後面我想說再拍一個 傳動部分的改裝指說 希望同學們呢 也能準時來收看白同學DIY教室 記得要訂閱喔 掰掰